小学生现在也会玩脸书了吧 现在这些社交网站凝聚力非常的强 之前呢有人在脸书还有推特上面就邀请说 大家到这个来参加这个今年最大的一场池编party 他大概坐面也没有想到 现场竟然涌进了将近四千人 而且呢年轻人玩过头乐极生悲 甚至惊动警方逮捕了四个人 这个party最后草草的收场 这场气氛超嗨的池编派对 是主办人送给大学生的开学礼物 主办人没有在社交网站留下身份 却成功吸引了将近四千人轰发 女学生趁机展露绞好身材 男学生练得整个暑假的腹肌 更是要在游泳池边秀出来 只是可能是气氛过嗨 不少人昏倒 呕吐 有学生家长形容 现场几千人几乎陷入疯狂 或许是酒精作祟 有人报警说party上有人大打出手 警方初步调查以后 逮捕了四名男子 其中两个人还是库罗拉多 州立大学的足球员 另外还有十人 因为酒醉或者是撕裂伤而送医 而在狂欢过后 警方现在想要揪出 到底是谁办了这场派对 一族办人可能违反巨重法 罪名一旦成立 除了罚款还可能吃上牢饭 中文新闻王阶宇报导 罗兽皮卫尔